中美女主播自辩论后 中方代表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女主播刘欣爆出并非中国国籍 刘欣一日对外回应 国籍 移民、专题、海外等问题不能与爱不爱国话等号 相关言论再度引起争议 CGTN主编谢密刘欣回应热议6月2日 知名财经博主曹山石在推特发文称 中国国际电视台英文简称CGTN主编徐兆群曾经在行业讨论中介绍 刘欣是瑞士级的土耳其人 所以 惊动外交部的中美女主播辩论 也可称为瑞美籍女主播辩论 经搜索发现 徐兆群这段话来自于2017年4月22日 当时她在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主办的 媒介融合变革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改革论坛上介绍过刘欣 并顺便提到她的国籍 CGTN主编徐兆群曾介绍刘欣是瑞士级的土耳其人 网络图片 据百度百科显示 刘欣在家庭栏目中 只提到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并未提及她和她丈夫的国籍 而网友人肉搜索发现 刘欣微博曾贴出一张疑似瑞士的驾照 另外 澎湃新闻2017年发表一篇关于刘欣的报道 其中介绍 刘欣的丈夫是土耳其裔德国人 她的两个孩子从生下来便生活在西方世界里 能讲无种语言 因此 外界一度对她是哪国国籍感到好奇 针对外界的好奇与质疑 刘欣6月1日在接受环球时报时表示 她是地地道道的 百分之百的中国人 而且只是中国人 没有其他任何国籍 她强调自己不是中共党员 因此她认为能在CGTN工作算是一个奇迹 同一天 她还在微博留言称 爱不爱中国和国籍根本无关 很多海外华裔专题 还有外国人都很爱中国 留在中国的也不一定都爱国 随后 有网友贴出CGTN主编徐兆群早前的那段话 质疑道 有空回应一下这大那篇文章 也有网友调侃说 这是离岸爱国主义者 值得一提的是 刘欣曾在CCTV博客介绍过她的家庭 她说 她的父亲是铁路安全工程师 学过俄语 母亲在一家造纸厂做质检员 大姐是好学生的典范 现已移居加拿大专题 二姐除英文及邦外 孩子学过日语 法语和德语 现居住巴黎 返美式工作 留美式生活是时尚 现今中国早已掀起移民潮 美国商业杂志福布斯 Forbes报道 近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富豪 在申请英国一级投资移民签证 Tierry Investor Visa 仅今年1月到4月 就有67名中国人 获取一级投资移民签证 与2018年第四季度相比 人数飙升45% 超过所有发行签证数量的一半人数 移民美国全球财富研究机构 新世界财富New World Wealth 也报道 2017年有一万名中国百万富翁离开中国 曾有北京知情人士透露 中纪委的一份调查显示 目前政协代表76 77%有外国护照 人大代表57 47%有外国护照 另有中国民间研究报告显示 中央委员当中91%的人 都有家人移民海外 甚至加入外籍中纪委成员中 88%的人都有亲属子女移民海外 而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家族 在海内外资产超过5000亿美元 不仅如此 曾高喊爱国反美旗号的大五毛们 也陆续将自己 亲属 财产转移至美国 例如 司马南自称中国第一反美斗士 曾说 反美是工作 留美是生活 但现今他妻儿 财产都留在美国 2015年除夕 他在大陆发表了反美讲话后 急匆匆飞往美国与家人团聚过年 不料 刚一下机场就被撞破投注进医院 致使其赴美行踪曝光 2009年夏天 央视反美名嘴宋小军出了本畅销书中国不高兴 此书在大陆掀起反美浪潮 得到许多愤青追捧 不过 宋小军在赚到经费后 悄悄戴七鞋子低调办理了美国绿卡 其后 该书的总策划张小波 也计划移民加拿大 据说 张小波此前曾策划过与之内容相近的中国可以说不易书 并因此成为巨富 现今在国外购买了豪宅和豪华轿车 1998年 北大专题中文系女生马南 在克林顿访问北大时 当面批评美国人权状况恶劣 致使克林顿下不来台 但谁也想不到 他两年本科毕业后 毅然选择前往人权恶劣的美国去留学 并义无反顾地嫁给一位美国人 那些人是正面的公开 短词 与控制 并不要 这件事是赞 或许多 那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